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 关于瘧机实验呢 相信小伙伴们已经看过不少了 最近有一位瘧机狂暴又使用了一种新的化学物质 叫做伏涕酸 对iPhone7进行了一次实验 小白特地上网查了一下 伏涕酸属于一种超强酸 会与水发生剧烈甚至是爆炸性的反应 是目前已知酸性最强的物质 除了iPhone7的瘧机实验呢 这位哥们还做了三星S8的暴力实验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 货台回复三星S8 获取观看 将一部分的伏涕酸倒在iPhone7的背面等待12个小时 可以看到iPhone7的背面呢 已经被腐蚀的面目全非了 有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呢 看到这里可能会感觉不舒服 但是呢 还没有穿透整个手机 将剩下的伏涕酸的全部都倒在iPhone上 这还不够 这位瘧机狂暴呢 还倒了大半屏高纯度的冠化氢 可以看到玻璃氢瓶里边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 iPhone7的周围呢 冒出白色的烟雾和气泡 半个小时之后 这部黑色的iPhone7背面呢 已经变成了白色 插上电源 按下电源键 屏幕上居然出现了熟悉的苹果logo 滑动解锁 屏幕呢 也完全没有问题 小白分析这可能是因为iPhone7支持iPhone7级别的防水防尘 再加上关于花青呢 也不算多 只是刚刚没过手机 所以机器内部呢 并没有被强酸所破坏 OK 今天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白问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 每天我在这等你 我是小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